今天1月18號星期二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台北股市今天我看一下 今天跌146點 台積電大盤跌146點 台積電跌21塊跌3% 如果今天扣掉台積電的部分 台北股市是持平的 那今天跌146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是跌146點 那我們今天就不看台北股市 我們看一下整個類股 今天跌幅比較重的 這邊是上貴 這邊是上市 我們先從上市開始講 這跌幅排行榜 這是跌幅排行榜 跌幅排行榜 台積電在這邊 上市才跌3%就已經明列前茅了 其實代表什麼 代表還好 我盤解完了 我盤已經解完了 你有聽懂嗎 跌146點 但是看一下整個跌幅 上市的部分 台積電竟然在前面 前段班 他跌幾% 他跌3% 那我們先看一下前面的 請問你有沒有前面這一些 希望你沒有 希望你沒有 那大部分 大部分是防疫股吧 防疫股吧 你應該沒有防疫股吧 當然你喜歡做防疫股 我是沒話講了 那當然從 這個上市的部分看起來 防疫股 跌幅還蠻重的 那來看一下上貴 上貴也有啦 那跌幅比較重的 霹靂 霹靂你們有聽過吧 霹靂 布袋系的 那個 Oh my God 我講跌幅比較重的 跌幅比較重的 跌幅比較重的 跌幅很重 看一下看一下 我待會兒會說明一下 你們事實上是可以避開的 我們先來看看跌幅比較重的部分 來投資朋友 我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會有這種股票嗎 希望你沒有 希望你沒有 那你應該也不會有這種吧 應該也不會有吧 應該不會有 好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是因為台積電 跌21塊 請問可不可以跌21塊 可不可以 老師不行啦 因為它跌整個台北股市跌 那請問你一下 那這一段上來怎麼都不講話 這一段上來你都不講話 欸漲 漲這麼多 漲100塊了 投資朋友 投資朋友 可以吧 其實我老實講 這一段上來 這一段上來 比較明顯的缺口是這一個 所以封閉比較好 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上來的過程當中 只有比較明顯的缺口是這一個 所以它先封閉 封閉之後再往上走 在昨天創新高的過程 又來一個比較明顯的缺口 那今天回補好不好 當然好啊 投資朋友 如果一直上去 這邊的缺口 我舉個例子 這邊的缺口 它沒有補 它就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等到要下來的時候 就會一大段 等到下來的時候會一大段 反倒是先把缺口 先封閉 先回補 才是好事啊 但是投資朋友 你只要沒有這一些股票 你只要沒有這一些股票 你喔 你不會怕啊 投資朋友 你不會怕啊 如果你有 你有正軍的 你有這個嗎 沒有跌嗎 跌146點沒有跌嘛 沒有跌嗎 還好還好沒有跌嘛 精確沒有跌啊 老師沒掌 最起碼沒有跌嘛 最起碼沒有跌啊 台積電 跟台積電有關 不斷電的 對不對 那投資朋友 還有包括我昨天推薦的 星光金 存股要存什麼 存股存星光金 老師 老師竟然會漲 我們來看一下投信最近買的 好不好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各位投資朋友 稍微等我一下 我幫你們改一下 改下面就是 看 投信的部分 好不好 你知道 我先把我昨天講的 我再重複再講一遍 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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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歡 我一定知道你不喜歡 我當然知道 你怎麼可能會喜歡張穎 投資朋友 你會喜歡台中穎嗎 不會啊 老師我又不是台中人 台積營 我講我昨天講的 好 台信金 中信金 老師 你們怎麼說這個 白台沒怎麼說金融股呢 你說金融股 你是要笑死人嗎 沒關係 我喜歡講別人不愛講的股票 國台金 國台金 我今天稍微再多送你們一些 但你們自己可以去參考 因為我知道我剛剛上述 列了這一些 你們不喜歡 你們喜歡電子 好那我給你電子 因為昨天有人跟我跟我講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講這些金融股 我這些不喜歡 好不喜歡對不對 不喜歡我給你電子可以吧 連牆 我給你都是買不停的 我給你都買不停的 買不停嘛對不對 連牆都沒有賣啊 你看都沒有賣啊 都沒有賣啊 都沒有賣啊 都沒賣呢 2353 紅機 都沒賣 都沒有賣 都沒有賣 包括 華碩 華碩 華碩的小金雞 小金雞 今天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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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華碩 也是一樣 沿路 都沒有賣 還有一檔 2382 廣達 沿路 都沒有賣 這一些是電子 電子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不喜歡金融嘛 你們怎麼會喜歡金融 你喜歡這個 星光金 但我再三強調一下 你要很有耐性 因為光淨值就17.39 但是不代表說 他會什麼清算 我只是告訴投資朋友 最起碼淨值17.39 他每年現在都可以賺 每年都可以賺1塊多 不是很好 前年就1塊多 去年那1塊6 1塊7 今年可能有機會 我沒有講一定 可能有機會超過1塊7 1塊8 甚至2塊錢 如果有機會可以賺2塊錢的公司 股價11塊多 我叫你買也很合理吧 就像我當時候跟你講說 存一點吧 存一點國泰金吧 存一點吧 可以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老師這很牛 這很爛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50塊錢 你50塊錢去存國泰金 同志朋友 我沒害你 我沒害你 上半年就6塊6 6塊6 我說乘上10倍的本益比 66塊 可能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今天都還有66.6 67.2 你不要加2塊半 因為他有儲2塊半 他有儲2塊半的現金股利 那這是國泰金 那當然 存股線要存什麼 存股 存 星光金 那接著先看一下我們家的股票 來來來看一下 老師 怎麼又上去了 怎麼又上去了 你們這樣K線 你們到底是 怎麼看 怎麼看 你認真點看好不好 認真一點看 兩根下來 竟然可以三天把這個吃掉 那這一根跟這個 這一根不是一模一樣嗎 但是 前面用三天 那今天兩天就吃掉 兩天就吃掉 那搶不搶 你不要跟我講 老師上影線 上影線這邊也上影線 上影線跌下來 這不是上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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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上影線嗎 不要每天都拿那當天 當天來跟我講 這上影線 投資朋友 那這樣搶不搶 幾分這樣搶不搶 好 那我們來看今天跌幅比較重的 我剛剛有提到 你有沒有這個 你有沒有這個 我多一個東西給你看 希望你要懂 放個成交量好不好 量 那我先講一下今天有一檔股票 我看一下今天有一檔股排行榜的 我看他躲在哪裡 成交量很大的 上市我找一下 成交量比較大的 哪一隻 找到你了 上藥 老師你說這個要做什麼 為什麼這兩天都標 他不是在標塑化 他不是在長什麼塑化題材 他不是塑化股 他是營建股 這兩根在反映什麼 反映他台南 他台南的建案 賣得非常好 那我不是要推薦你買 我不是要推薦你買 我只是要跟你們做一些分享 你們不要犯了一個毛病 不要每次在那個漲停板 爆大量 你才開始追 來來來 我曾經教過各位投資朋友 1億代表發行量1萬張 17.8億代表發行量是17.9萬張 好算18萬張 發行量18萬張的公司 今天竟然11萬8500多張 等於將近12萬張 再聽一次 發行量18萬張的公司 今天有12萬張 12萬張 12萬張飛出來 飛出來 那請問是誰 難道是散戶賣嗎 散戶大賣 公司派大買還是笨蛋大買 還是誰買 大戶大買 散戶大賣 你們只要不要犯這種毛病 你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 你看一下我剛剛跟你講的霹靂 來換你當老師 換你當老師 哪一個成交量最大 這個 來看一下換你當老師 發行量 5萬張 5億就是5萬張 1億1萬張 5億就是5萬張 5萬張那一天竟然2萬多張 5萬張 5萬張的發行量 那一天跑了2萬多張出來 我不是說一定會死 我不是說一定會死 只是你可以避開 你絕對可以避開 再看一下 來換你當老師 換你當老師 哪一個量最大 這一個量最大 3億的股本 發行量3萬張 3萬張的公司 有1萬5千2百多張飛出來 那請問 你上上禮拜在看 遊戲股的 現在誰管你遊戲 誰管你遊戲 跌了八十幾塊 跌了快九十塊 投資朋友 今天這張股票 我曾經給你推薦過 來換你當老師 11.7億 飛了5萬張 那請問今天的漲停板 你會站在買方還是站在賣方 我只知道你跟我 你會全身而退 你懂嗎 那不懂的人就追 低檔區給你的你不要 我很低很低給你的你不要 那今天爆到開始 噴量你就喜歡了 那你會跟我講說 老師那噴量有時候還會再創新高 對不對 那你就不要賺 你不要賺 你賺別的 你不能賺別的嗎 你不能去賺別的嗎 我再讓你多看一檔股票 都是我曾經推薦過的 來 換你當老師 哪邊爆到量 小朋友都看得懂嗎 怎麼看不懂 18萬張 飛了6萬張出來 那你會在這種位置去買嗎 你會隔天再去買嗎 你會在這邊買嗎 你會在這種地方買嗎 看好 是看多好啊 投資朋友 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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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低跟你講 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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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跟你分享過 我最看好的 車載鏡頭 有沒有講過巨祥 有 好 我今天講的這一些 好像在做功德 沒有別的意思 在股票市場有時候 你減少犯錯 相對的你也是贏家 不代表你每天都要贏啊 你減少犯錯 你減少犯錯 你才有贏的機會 如果你一直犯錯 一直犯錯 一檔股票兩成三成四成 兩成三成四成 你做三檔你就畢業了嘛 為什麼會畢業 因為你喜歡當天最強的股票 我要低調一點 我有時候講太激動 有時候你們又聽不太清楚 你們就喜歡聽那個 那種天花板的股票 天花板的股票 我昨天還特別跟你們講說 你今年想不想要翻身 你想要翻身那你要改變嗎 你是不是要改變 你當然要改變啊 昨天的測標 謝謝有來的 感謝有來的 那我昨天也講過啦 今年最標的絕對不是去年最標的 歷史都不斷的在重演 絕對都是這個樣子 你信不信 你忘記了嗎 國巨是不是從曾經那個不怎麼欺言的有沒有 50塊 100 漲到1200 你買1200的你現在解套嗎 今天早上被動 被動原件蠻強的嘛 對不對 我沒有不好意思 我只要告訴你 你今年最標的 絕對不是去年最標的 那你有沒有來 有來的恭喜喔 有來的一定恭喜 恭喜你 來看一下有來的恭喜來 今天誰最標 老師這是什麼東西 你不要問嘛 聰明人是要來啊 要快過年了耶 同志朋友 按讚留言分享 快來拿 按讚留言 分享 趕快來拿什麼 拿新春大紅包 政經準備讓你2021大發財 今天你只要加任何一個 你隨便加啦 還沒加了趕快加 加一加加完就可以去留言了 按讚留言 來拿什麼 拿紅包啊同志朋友 紅包啊來來來來來 來 那其實投資沒有 我先讓你看一下我家的抗訊 我的測標問說誰最標 你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啊 對不對 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 那我們先聊一下 什麼叫標股可以吧 你不要每次都只想知道哪一支 哪一支哪一支 老師帶一支 帶一支 帶一支 你每天也帶一支 你沒有哪一天沒待一支 同志朋友 來 我今天在跟我的會沒有聊啊 聊什麼 我說我們來聊一下 什麼是標股的特性 什麼特性 過去沒有 現在極少有 現在很少有 但是未來通通通有 通通有 通通有 在未來都有的情況之下 那請問營收會不會往上攀升 而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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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產品是要革命性 革命性的新產品 通常革命性的新產品 毛利是高還是低 通常是高嘛 不可能革命性產品還是毛利低的嘛 對不對 又不是代工 那如果毛利向上 營收也往上 那請問獲利會不會居居高 如果剛剛上面在那裡 你都懂的話 你都懂 你都懂那你就是 大 銀 加 好 那我相信我講完你還是不懂啊 你還是問我 到底帶一支 到底帶一支 帶一支 帶一支不用問啦 來就有啊 你帶一支 那可愛就 帶一支 來就有啊 不用搖啊 不用搖啊 來就怎樣啊 我們今天有加 任何一個 加LINE 加TG加FB 這樣子好不好 我好人做到底 你要自己來問 那我也沒辦法跟你講 你要來問 我不方便節目上講 我只要 講稍微一點點 哇 欸 這不是行銷喔 長官們 主管機關長官們 我喔 現在講話都要很小 我沒有行銷 告訴我我行銷 找死人 我在行銷 快要過年了 我還跟你行銷 我是什麼人啊 還行銷 笑死我了 來 你今天相信我你就來 你還是那種 那種老樣子 什麼老樣子 你都要買當天的 那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每次都這樣子啊 不是這樣子嗎 只有時候你們 你們 你們 你們跟我 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我 我讓你再看一下 跟政軍有什麼樣的好處 什麼好處 老師買標股 不是啦 不是啦 跟著政軍操作 跟著將軍團隊操作 你的心起伏不會太大 而且把你的壞習慣改掉 壞習慣 什麼壞習慣 排隊買漲停板的壞習慣 就是你收到林老師的摳訊 林老師 林老師叫你買的時候 一定是8% 9% 我讓你先看一下 來先看一下他們家的股票 來看一下 你看今天就好了 今天有盤下 有盤下 盤下到這邊9% 9% 好投資朋友 如果你參加的 應該是叫你買在那個最高 花接近9%那個位置 對不對 那我這邊呢 看證據 看證據 先看一下今天的 盤下 新會員 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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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幫我什麼 什麼追漲停板 排隊的 幫我鎖 你不是幫我鎖 是幫你老師鎖 幫你老師鎖掌停板是不是 再讓你看一下 我喜歡買盤下 或平盤 包括昨天也買 沒亂講吧 沒亂講吧 好 我看好的就會買 而且我喜歡買盤下 所以你跟政軍操作 你不用怕 你真的不用怕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願意改變一切的 那你今天也要來 一定要來 因為什麼 今天有紅包 你還不來 不是行銷 今天有紅包 不是行銷 按讚留言分享 或者是任何一項 你只要加Line 加TG 加FB 按讚留言 你就可以來拿 拿什麼 拿這個 拿這個 一定會給你其中一檔 一定會給你其中一檔 今天只要有登記 或者加Line 加TG 加FB 就可以來拿2022 誰 最標 趕快去拿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財經第一台 我們力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好感謝昨天有來的 有來的 來 封關前證據一定會給你一檔 今年的 今年會有很多 很多 但不代表會漲十倍 先跟你講 過去你沒有賺到錢 為什麼 來來來 複習一遍 很久沒講這個 很久沒講的 你沒有賺到錢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幫你 富貴要什麼 要有人幫 對不對 那你要順便改變一下你的那些壞習慣 壞習慣要改掉 存款才會更美好 什麼壞習慣 你不要每天都追高殺低的 不是朋友 不要這樣做 你低檔區要買 高檔區爆大量要賣 懂得買你要懂得賣 對不對 那證據剛剛講過了 那你要來拿大紅包 大紅包沒亂講 202 大紅包 大紅包當然大發財 按讚留言分享 來拿趕快來拿 今天甚至你只要加任何其中一個 你只要加任何其中一個 按讚留言分享 可以來拿 拿什麼 那當然是拿紅包 順便把2022 誰最標 誰最標 把它帶回去 那要怎麼樣帶回去 很簡單 我們仍然是老規矩 老動作 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前線評估 另次負投資風險